然後就會開始有一些歐巴桑 就是這個他們講的是蔡奇亞狐狸 那在我的論調是這個菜市場傳播數 這個才厲害你知道嗎 對 那個最可怕 欸 那個是跟我們講的那種直銷 或是老鼠會那種是成倍數在增長 而且他們最容易親近人的 對 一個講給一個聽 一個就會變成兩個 兩個就變四個 還是成倍數一直一直在增長 所以人家講說重口受精啊 人也可慰啊 你看看說生意 對 以前我們在讀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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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毛語錄的時候裡面寫一句話 就是一句講 毛語錄 哎呀 毛語錄就是一本紅紅的書 現在可以了啦 現在可以了 你是什麼時候讀的 沒有 不是讀啦 大概有翻了一下 翻了一下 那裡面大概有一句話 可以提出來 就是在選舉裡面也常常遇到就是說 一句假話 講一百次就會變真話 然後一句真話講一百次 變假的 就變成真理 變假的 就變成真理 所以我們古都公布電台 在這裡帶給我們的觀眾朋友 這麼快樂的時候 我們也帶給他一點真理的存在 是 聽我們不是 聽我們節目不是 不是只有嘻嘻哈哈就過去的 但是我們常常講歪理耶 根據那一本紅紅的書裡面講的 講一百次 講一百次它就變真的 但是我們在這裡沒有講假話 我們是講真話 是 睜著眼說瞎話 不過真的 那這樣你看的書也算多 會不會亂翻算翻 任何路都看 比較喜歡看的書就是 看一些管理的書啦 政治的書啦 所以你對政治是有興趣的 欸 如果說要說二十年前的話 是百分之兩百的有興趣 那當初沒有去 選里長 從里長開始 或者是投考 其實 如果這樣講的話 講出來人家大概知道我是誰了 哈哈哈哈 大概二十年前我就用學生的身份 選上國民黨的中央委員 喔 學生的身份 對 然後大概是 兩個狀況之下沒有去選舉啦 一個是 老婆說你如果 那個時候的女朋友啦 她說你如果要參與政治 那以後我就 不要跟你在一起 因為 我跟你結婚是要跟你一輩子在一起 因為他是綠色的嗎 也不是 他應該算是藍色的啦 顏色是可以融合啦 但是就是 問題是 他認為說你選舉之後 你做節目 你代表 那你可能很忙 你是屬於群眾的 你每天都在處理別人的事情 你就不屬於我了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另外一個是 也是陰錯陽差啦 因為 我老婆說是 農公公娃少年得志大不幸 然後 那個時候 學生選上中央委員 就 那個權力很大耶 我那個時候權力很大 對啊 然後就去當兵嘛 那當完兵兩年之後 你跟這個圈圈已經脫離兩年之後 你再回到這個圈子裡面 人家已經 已經有一大劫了 所以慢慢慢慢就 就脫離到這邊 然後大概 也停了十幾年 然後 最近 因為在商場上會有朋友 然後 就有些人要選舉 不管藍色綠色 希望我們幫你 他又回鍋了 他又來幫忙 只是說是 以前是企圖往上 現在是企圖 幫別人 服選 服選排教這樣 喔 也可以叫他教夫阿賢 啊 更叫的 教夫 但是其實 都很重要 好 我們今天很開心喔 可是我們時間差不多 但不是結束 對 我們要進廣告休息一下 照顧一下 整個上半場 都是我們阿賢哥 他真的是 對不對 講話聲音又好聽 對不對 好我們等一下休息一下 再回來我們節目的現場 阿賢 在乎 我的姑娘咖親情 親愛的父母在乎吧 島上的朋友 又是人 我乖來去台北 打招 聽人說什麼好藏的都在那裡 朋友像我是愛做人夢的工業 不管如何路是自己走 好 再一會吧 好 生意都不走 好 再一會吧 好 向前走 車站一站一站 過去啦 風景一步一步 真像電面 每個人當作是男主角 台北 文猶書海 可比是小飛翔 關是悠悠 還是六關 又只能怎麼自己就來打 宣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宣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宣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宣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最像我一種的狗狗 以前聽人唱 台北不是我的家 但是我 一點都沒感覺 噢 什麼都怕 像我永遠逆 噢 永遠逆 永遠 永遠逆 像我永遠 噢 永遠逆 Zither Harp